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本我們中部的碰桿跟 南部嘉義那個碰桿是有區隔的 因為變遷的關係 所以今年把整個產收期都結合在一起 也因為沒有颱風雨量少 雖然產量增加 但是畢竟果粒變成比較小 這是今年我們辦這個活動 要促銷的最重要的原因 所以今天非常的高興 大家用這一種文化方式來呈現 我們農業的這個精緻多元的發展 那也要用這個機會感謝農會 在很多的市政推動上 幫助市政府 真的是第一名的農會 真的是做得非常好 那也祝福各位